很多景点都修建了许多休闲娱乐项目 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体验 近年来最火爆的就是玻璃桥了 它惊险震撼又刺激 让很多游客难以抗拒 有很多游客去之前自认为是王者 到现场后却吓到怀疑人生 轻则趴下慢慢爬行 众则吓到腿软无法动弹 正是因为这种刺激的感觉 让人们不远千里来到这里 就是想挑战自己 而有些游客只是为了拍照炫耀一下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 世界上最长的玻璃桥 它打破了世界最长玻璃桥记录 荣获吉尼斯世界记录 这座桥名为晴天玻璃桥 总长度为520米 历时三年赤资3亿元打造 于2020年1月开始运营 它位于广东省清远市黄川三峡上 横跨黄川三峡陡崖峭壁 桥下面是著名的晴汉古道水路 整座玻璃桥梁位于峡谷瀑布群的顶端 在万丈悬崖与流泉飞铺间凌空而建 与周边环境相互融合 气势磅礴而又和谐统一 桥身的颜色选用了千年流传的中国红 远观宛如一条昂首云天 藤云架雾的红色巨龙 飞越大峡谷的陡崖峭壁 若隐若现穿行在黄川三峡的烟雨云雾之中 这座桥最大的特点除了场以外 还有许多关于爱情的元素 从踏上这座玻璃桥起 便开始了一场浪漫的旅程 点睛之笔就是桥面 渐变成四个互相对称的 星星相应超宽观景平台 可同时容纳600人 每个星星平台宽13米 长14米 寓意着一生一世 有很多恋人 夫妻来此留念 其中有不少是结婚20年以上的老夫妻 有些朋友担心玻璃桥是否危险 不安全 桥面采用全球最厚的 三层4.5厘米厚度的超白夹胶玻璃 这种超白玻璃的透光率为99.15% 再加上采用了全玉制进口螺栓连接 保证了玻璃桥的结构稳定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玻璃桥不够结实 如果还是对玻璃桥的安全性 心存芥蒂 建议大家不要在人多的时候去体验 另外两端桥塔上盘着错综复杂的中国节设计 寓意着龙的传人生生不息 同时也代表着吉祥如意和团圆兴旺 好了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贵求点赞支持 如果您喜欢我的内容 也欢迎您评论留言 感谢观看